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民進黨黨籍的臺南市長賴清德 今天前往上海 主持畫家陳城坡的開幕展 他是綠營縣市長中最後一個登陸的政治人物 而今天民進黨黨團的總召 柯建民也證實 黨主席蔡英文 願意在不設前提的情況之下 和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鈞 在民進黨中央會面 請看我們的報導 台南市長賴清德 一大早就到了桃園機場 準備搭機前往大陸 展開他生平第一次仿中行程 沒有排斥 也沒有刻意 只要時機適當 自然水道出城 也希望能夠宣揚 台南市以文化立志的台南精神 同時也能夠表達 展現民進黨積極自信 進行兩岸交流這樣的態度 成為民進黨內最後一個踏進對岸的縣市首長 賴清德要展現積極自信 無獨有偶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也首度表態 歡迎大陸官員來台互相交流 能夠不預設政治前提 我們都歡迎 有一些原本不可以碰觸的議題 我想在現今的社會裡面 我們絕對不會去逃避他 不要談了又都是跟國民黨一樣 那國民黨去談的說叫做賣台 那他去談的會變成什麼呢 在哪見面如何見面會產生什麼火花 雖然還言之過早 但蔡英文努力擺脫民進黨的困境 企圖調整對中策略 特別是2016要想爭大位 勢必得要在兩岸議題上 交出漂亮的成績 郵件TV胡錦順 朱祁鈺綜合報導 我想請教歌欽 就是蔡英文現在當了黨主席以後 他的兩岸政策 你覺得會調整嗎 如果調整的話會到什麼程度 那他會不會碰到什麼樣子的問題跟挑戰 目前去推測他 最有可能就是 柯清明前一講過的吧 台獨黨綱凍結掉 這個是對民意來講 這已經非常大的一個 彈性的調整 從這個推回去 中國大陸雖然在前一陣子 不管張志軍 不管習近平 任何人在接見台灣 來一刻的時候都講到一句話 他不只要跟國民黨接觸 跟台灣社會的任何社會大眾 包括這個反對黨 他也可以接觸 可是過去 中國共產黨也設了一個紅線 就是如果你還是主張台獨的話 那我們就不用見了 大家免得傷感情 所以如果民進黨要跟 中國大陸正式去 有國民黨類似這樣子的會談形式 交換的形式 我所謂交換就是說 這個意見意見的真正交換 政策上的交換 那是不是要在這個台獨黨綱上 做一些處理 這可能是他最後的一段 一里路 就是蔡英文有講最後一里路 可是目前看得出來就是說 他是在朝向一個比較開放的態度 去做他的這個大陸政策的調整 如果他可以跟張志軍在他的辦公室見面 這是一個姿態而已 就是說他只是把過去民進黨所堅持的 不管一二三十六七八九十 他所堅持的這些立場 通靈是告訴你 因為過去沒有民進黨的領導人 跟中國大陸涉台事務的領導人 共同去討論去看民進黨到底怎麼去 談這個中國大陸間的關係 談他間的關係 這第一個 所以對他來說把這樣子的氣氛塑造出來 把這樣的姿態塑造出來 起碼他在跟過去的所謂黨的領導人 是有差異性的 這第一點 第二點我們看得出來 就是在未來的二零一五的這個立委選舉 有一股勢力是會跟民進黨去做正面的衝突 跟切割在兩岸政策上面 就所謂的公民組合 他是非常清楚的穩固的去推動 他的臺灣獨立運動 或者說我們講的臺獨路線 他一定要去走一條路線 那這個如果他造成聲勢浩大 或是說造成某一種聲勢的影響 因為在林英雄的推動之下 一定對民進黨的選票 或民進黨內部的聲勢 造成一定的切割 小英這個時候是不是要去思考 當他要去拓展民進黨未來的影響力 或是票員的時候 當他的這個左邊的路被堵了一部分 他要往右邊去拓展 這個在整個戰略的思考上 他必須要先塑造這樣的形象 所以我認為蔡英文主席 在未來的兩岸政策 應該會在要求取得大多數要求改變的共識下去做調整 就是說未來支持他的可能是縣市首長這個層級 因為他們都必須要去大陸推展一些 不管文化經貿的交流 這是第一部分 第二個可能有一些黨內的這個立法委員會順勢 尤其是不管是過去的 現在所謂的謝派謝系的人 還是這些人會節集起來 去推動一些論述上的改變 因為小英也提到過了 他的中國事務委員會在未來要開始開研討會 希望能夠容納更多的人來談論這個事情 現在由趙天穎主導這個事情 當然是很清楚看得出來是有走 是不是要走謝長廷這個憲法 憲法共識這條路 就是憲法一中這條路 去推動他的兩岸政策 就是說他是不是要就用不同的外衣 來包裝他過去所堅持的這些理念 而這些理念又在某一部分必須把它凍結掉 我想這個他如果不這樣做 2016的選舉可能還會有一些問題 如果他這個做了 我想2016他會比較順暢 那我再問一下 就是現在他說在中央黨部見張志軍 這個本身還並沒有牽涉到 他要開始改變 對 這個還是過去的立場 因為我們知道大陸其實也接待很多民進黨的黨員 包括這一次賴清德去 我想接待都是不成問題 但都是以個人身份 你如果是要代表民進黨的話 跟中共要來往 大陸一定會要求你在台獨黨綱這邊要做處理 同樣的如果在台獨黨綱還沒有凍結之前 蔡英文要張志軍到中央黨部跟他碰面 我想張志軍是不會來的 對所以碰面之前雙方怎麼樣去協調 後面要談什麼的話題 這個蠻重要 就是說假設現在陸委會把張志軍給邀請 真的正式來了 那我想民進黨會有自己的管道 去跟張志軍或國台辦去談 到底如果雙方正在黨中央見面 那是不是就 那就是兩個政策的這個碰撞 對 這個國台辦他的政策 民進黨自己的政策 所以這樣子要強硬的對撞 台獨這件事情 是不是國台辦會同意 我想這是一個民進黨不要去考慮 好 那如果說沒有辦法在民進黨 黨中央見面 在其他地方見面會面 有沒有可能性 但是這樣的話一定會就受到其他人的批評 從而意思說 蔡英文已經把話這個前提先講出來 你在講出這個前提以後 你後面要去怎麼處理 或什麼別人就比較難 所以如果我說 我現在不曉得中國大陸 這個國台辦這些人的身段 是不是柔軟在一定的地步 就蔡英文這樣子的 把這樣子的風向球放出來 至少比上次陳雲林 來在臺南被推倒 被推舉等等之類 要好 非常多 他至少表現一個 我有誠意跟你對話 那也許你進來是臥中捉鳥 還是你是進來是這個上我的檔等等之類的 這都是到時候才會知道 可是我是覺得雙方如果要碰面 幕僚一定會把雙方要談的論點 講清楚 如果講清楚了 雙方才會有碰面的可能性 就像過去這個國台辦 就是陳雲林等來 他到臺灣跟馬總統見過一次年 當時才為了稱位 對 就瞧不定對不對 結果才衝衝的見面又走了 可是之後就沒有再有這樣子的例子了 沒錯沒錯 所以如果沒有辦法把這個事情談妥協的 那就是一個姿態的表現而已 邵昱你覺得 我沒什麼意見 不過我從另外一個來看 在民進黨是這樣處理 張志軍在如果來臺灣 他應該也不會進到總統府去 因為這個是一個治權的象徵 他也許可能會進陸委會 因為畢竟雙方已經承認彼此的官弦 也承認彼此是一個官方的窗口 對嗎 在臺北 陳雲林上是在臺北 對 臺北 這可以是一個中立的場地 但是那個是在張志軍跟王玉琦互稱 主委之前 對 你知道我的意思 那所以就代表說 至少現在已經進展到 可以互相承認彼此一個國台辦 另外一個是委委會 是雙方的法定機構 他也只叫他主委 並沒有稱呼他的機構名稱 所以這中間還是有一些可以可操作的灰色空間存在 那當然我不知道張志軍來願不願意跨過 那灰色地帶 就直接進到這個官署的 這個所在建築裡面去 我覺得也許對張志軍來說 這一步也許跨會稍微大了一點 那你要想 如果張志軍到臺灣來 他張志軍在大陸已經見過很多民進黨的 不管是立法委員 縣市首長 像陳菊講的 他到這個青島去 他張志軍從北京 飛到青島跟他去見面 我不覺得陳菊在他面前不會去談到臺灣 臺灣主權 臺灣意識 一定都談過這個問題 對他講 相當的熟悉的一個論調跟語氣 他看過的文章等等之類 他也很清楚 只是有沒有人在一個很正式的場合 透過黨隊長 這等於是黨跟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中國大陸官員 去做正式的會商 會商見面 那願不願意敢不敢去把這個 他所謂堅持的那四個字 叫做臺灣獨立講出來 還是他換不同的包裝 就他過去講臺灣共識 或是臺灣主權 或是等等之類的 去代替他的這個論述 也許也有可能 那個稍微我想問一下 那個趙天霖 現在是民進黨的中國事務部主任 他在之前接受中央社訪問的時候 特別提到了 就是民進黨在2016選舉的時候 不能夠再重蹈 這個2008年的 甚至2012年那個時候的錯誤 也就是說在這個兩岸問題上面 尤其是美方人士也特別跟那個 趙天霖這邊有做過類似情況的警告 你覺得他講的話 趙天霖上次是因為去 他好像參加AIT 一個IP 就國際訪問學者的 在美國那個 對對對 那我當然他沒有透露 這個美方到底是什麼樣的層級 人跟他跟他跟他講 這樣 不過基本上美國態度 從就算沒有人講 大家也知道美國態度向來是如此 那所有人都會擔心 包括這個藍雲的人 綠雲都會擔心說 民進黨到時候會不會因為選舉壓力 到選票流失的壓力 讓他在選舉前又改變 就重回到這個要 consolidate 要凝聚這個基本選民 基本盤的共識之下 又回到了這個像陳月扁 過去兩次操作選舉一樣 又回到基本盤的立場 還是他能夠堅持 OK 這個採取比較溫和 現在目前小英看起來是願意走 似乎有要放出來走比較溫和路線的風聲 可是到選舉前那一刻 會不會這樣做呢 不知道 這根本不是美方的期待或不期待 能夠控制得了的事情 甚至也可能不是小英自己能夠控制 這一次小英的新的當黨主席 他說有三項任務 當然第一個是七合一選舉 他們要打勝 第二個叫儲備黨內的人才 也就是將來執政的時候 有人才庫可以使用 第三個就要確定黨的政策路線 我想這個當然是在講兩岸政策 你覺得可能會在張志軍來之前 就能夠把他確認了 還是就像邵宇說的 這個事情一定是含含糊糊 甚至到最後選前 這個都還會有變數 不可能這麼快 現在在二零一四的六月 立法委員選舉之前 他應該至少會有一定程度的 這個比較明顯的一個方向出來 他要到總統大選之前 他才會你說到總統大選辯論的時候 他才提出來都還可以 就是說對小英或是民進黨來講 他要去橫估 去評估 就是說他跟國民黨之間的競爭 兩岸關係是怎麼樣處理的 他跟未來要跟他競爭的所謂的 這個國民組合的關係怎麼樣 或是再有其他的一個 再有事件在跑掉的時候 他跟他的競爭關係要怎麼樣 他如果能夠舉一個比較大的帽子 去涵蓋他整個這個 廣安政策的論述 或說他的這個價值 也許他就會慢慢去討論 不然的話 他現在有點 不然的話 他現在有點 不然的話 他現在有點